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來到西貢韻食 而今天的主題就是西貢名物片 基本上在IG一打西貢美食 出來的頭幾間就是我今天吃的幾間餐廳 而今天完全是遊客魔 就是帶大家遊山滿水 那快點跟著我吃吧 來到西貢除了要吃海鮮 如果有多一點時間 其實不一定焗在西貢市中心裡面 來到西貢碼頭其實是會有很多小船 可以帶你們出去半月灣、廈門灣、橋嘴島等等 不過因為今天就是西貢名物片 就不跟大家去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去小島 探索一下他們的小洞封城 今天第一間就來到KaoKao 因為我發出那個牛字說得太奇怪了 所以決定用英文取代 想不到我去到哪裡都是逃不出沙爹牛的命運 今天試的這個雖然都是沙爹牛 不過是不同一點的 因為平常吃的是牛肉 而今天試的這個就是麵豬燈 麵豬燈相比起牛肉 它會脹嫩一點 但同時都會鬆一點 可以說一說 其實我這一碗是湯麵 但它的汁完全是稠到我以為我吃露麵 你不會覺得它是一碗很流動的湯麵 是已經掛上一條麵 你可以看到超級掛身 吸滿汁的麵 有一點失望 本身看到它的醬汁 我以為它的沙爹味會很濃烈 但入口呢 我覺得為什麼會這麼淡 沒有什麼花生味 然後麵是比較 雖然你看到它好像很軟 但入口是軟的 不是會比較有韌勁的那種 之後 對 為什麼醬汁會這樣 我先試一口 不過我看到裡面有很多洋蔥 試一口 試一口 試一試 如果混合洋蔥吃 是比較好吃的 會有一點甜的味道 但就這樣吃 不是平常吃的沙爹藕味道 是 嗯 真的有點失望 最後一試試麵豬燈 嗯 麵豬燈來說 牛肉的這個質感是很OK 因為是真的嫩很多 而且它正正方方吃下去是更加有口感 至於酥的位置 我自己覺得都不會有好酥 是可以接受的 把沙爹汁都可以 只不過本身這個醬汁就覺得 哎呀 和我相信有點不同 除了這個沙爹牛麵之外 我還看到有人特別推薦它們這個厚切 鹽燒牛麵 據聞是好像很棒 現在就馬上試試它 你會看到每一塊牛舌都是很大粒 而且很厚切 它的牛麵第一口吃是覺得很香的 而且它的鹽燒味道也很突出 只不過咬下去 都是有少少蓋不到半身牛的味道 所以吃下去 越吃到最後 那個味道再出來就覺得有少少難接受 但是整體來說 就這樣吃 而它有厚切 又有口感 我覺得OK 都可以試一試 另外我看到他們這裡有個菜單 很特別 就叫做老母羅宋湯 而且是心情好才煮的 我今天很顯然地很不幸 因為它沒有煮羅宋湯 可能是 所以如果大家下次來到 問問有沒有這個湯 因為就這樣看它的圖片是很足料的 如果你們剛好來這裡是有這個湯 幫我試試它 看看它可以不可以 第二間就來到 為了牛牛旁的金雞去骨海南雞飯 其實它在香港的其他地方都會有分店 只不過我看到有人說 如果要吃金雞 就一定要去西貢總店試試 來到這裡大家看到桌面很多東西 但其實我只是點了一個去骨海南雞飯 之後一邊拍的時候 老闆就瘋狂塞一些東西給我 然後完全是受寵若驚 因為剛才在第一間的時候 我覺得偶偶那邊的態度 是超級令人 不懂得說 總之是令我好像毀了一天的感覺 但是來到這裡之後 真是一個天堂一個地獄 沒有對比沒有傷害 因為剛才在那邊坐外面的時候 已經聽到其實這裡也看到 那些毛板對客人非常之好禮貌 那自己來到就覺得 哇 真是去了天堂 連張桌子都特地有二人桌 被我們坐在四人桌 我覺得服務態度真的非常重要 Mia說了很多她的好說話 就要嘗嘗她的食物了 一碟雞飯我是沒有加錢轉雞腿的 都是有腿有胸 現在就試一下果雞腿先 那這個醬呢 那這個醬呢 也是會有平常見到的辣汁 豉油和薑蓉的 那現在呢 就點這個黑豉油試一下 那其實你會看到它的雞呢 也會有層薄薄的啫喱在這裡 好 漂亮 謝謝 啊 已經很滑 我收錢 嗯 單吃的皮呢 已經覺得它的皮是很爽淡的 而且是真的很嫩滑 現在就試這個油飯 肉眼可見 油飯上面呢 都會有些炸蒜和蔥油在裡面 嗯 是很香入味 而且它米飯呢 可以偏硬一點點 但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那現在就再試一塊胸了 那這次就試一下點這個辣汁 這個辣汁呢 是很泰式風味的那種味道 是挺滑的 它的胸都做得很滑 只不過呢 那個皮呢 相對來說是真的會再滑一點點 但是你單吃胸應該覺得 是真的有料到的 那現在呢 就試完它的湯 就是中式老火湯 就是這個南瓜湯 這個是老闆special 做了一碗超多料的 那我現在試一下 嗯 因為這個湯呢 用了紅蘿蔔去煲 所以喝起來更加清甜 然後呢 而且呢 還會吃到一點點南瓜湯 在這裡是好喝 正 那最後就吃完這個肉餅飯 其實它的肉餅飯也很有名 因為呢 一直坐在這裡的時候 都看到人家 雞和肉餅的比例是50-50 超多人叫 剛才就這樣看呢 他不會覺得它是肉餅 因為呢 就像那些炸物的感覺 哇 這個餅好得哦 因為裡面的肉呢 已經是混合了那些鹹魚蓉 所以你一口咬下去 其實它的鹹魚味好出 但是它會令人 想繼續繼續吃 真的胃口大 真的很開胃 吃鹹魚吃到 很想送很多飯 送粽 而且它外面的皮 都真的煎得很香脆 哇 真的呢 平時大家聞鹹魚 可能會覺得臭 但是呢 放在這裡之後 會覺得很香 好吃 真的很棒 由於我去了天堂的關係 所以我喝了這兩杯 因為呢 他來這杯飲品之前 我還說 咦 原來這裡有珍多冰 然後話口未完 就放下了 那就試一下 哇 我開心 你會看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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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 你會看到其實它這裡 還有一點點椰子 在這裡 它的椰奶味道是很濃郁的 而且它的綠色是很滑的 很棒 再喝這個龍眼冰 其實會不會有點誇張呢 說真的 嘩 嘩 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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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 很誇張 而且呢 這裡最划算是有個金雞二人餐 188元 你可以讓你選擇 那我推薦大家 如果跟男朋友也好 女朋友也好 或者跟朋友過來吃呢 吃這個二人餐 有個更划算 超級棒 這裡最愛金雞 給個心金雞 太開心了 之後第三間就來到西貢咖啡餅店 這一間就是每個人一進來西貢都一定會派的 事關就是它這個超級邪惡新鮮出爐熱辣的菠蘿油 雖然一個要18元是真的有點貴 但是我之前吃過是覺得是好吃的 但是現在這個牛油已經立即融在底 不過不要緊 雙上也是這麼滋味 它的菠蘿皮是超級脆的 即是你輕輕碰一碰它 都已經掉了下來 應該會收到聲 超級香脆 但還未吃到牛油 應該怎樣吃呢 都不夠 先咬一口 因為我之前來吃 通常買完之後 站在外面吃 拿著膠袋吃 所以真的吃到那種冷的牛油 再加熱的菠蘿包 這種冷熱膠溶的口感 但因為今天我是身為有客 可以串點 買一杯野餐 坐在那裡休息吃 我反而覺得 好像你放在那裡一會 和你立即拿上手 立即咬 是真的有點不同 因為牛油都用在上面 我覺得已經沒有 本身它還有在固體那裡 一起吃 這麼好吃 沒有這種感覺 但它這層皮真的很脆 你看 真的很想表演給大家看 我不是在玩吃 是真的脆到我這樣掉下來 它是這樣粒粒都聽到有聲 掉了下去 我覺得好吃 另外除了菠蘿包之外 我還點了一個 這個就是我從來都沒吃過的 就是菠蘿包 但也很貴 15元一個 但外面這樣看 也看到它的酥皮也有很多層 果然咬下去 它的酥皮是很鬆化的 除了有蛋香味濃郁之外 其實它還有一股焦的味道 因為平時吃菠蘿包是很少有焦的味道 但它這裏就做得很好 它真的有一點焦邊的感覺 好吃 另外還叫了一杯奶茶 因為這裏如果想坐下吃的話 是要糖喝一杯奶茶 這裏就叫了這個是普通的凍奶茶 真是普通茶山清的奶茶 今天的這三樣東西 完全就是香港下午茶的標配 難得有這個機會 可以這麼chill地坐在街邊 就可以跟大家說一下故事 話說其實西貢一直都有一個行山的結界傳說 就是2005年的丁利華事件 據聞它是去北潭沖那裏行山 然後就好像進了一個結界那裏 說了一大堆數字 但其實原來那些不是行山處的標示 是那些人說是說密碼 到底丁利華是去哪裏呢 至今還未找得回 那為什麼我要說這件事出來呢 就是因為我跟公司的人說 我來西貢拍攝 他們一說就立即想起結界 所以就藉著這個機會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相信這個結界的傳說呢 那報多一句 假期的時候 如果大家要來西貢行山 都是要注意人身安全 還有最好就帶了幾個盆 和家人說你會去哪個山走 報下自己的行程 那我現在就先吃這個包 因為很貴 現在要去海邊挑著來吃這間 娛樂雪糕 期待 超誇張 多個維園 我好怕它溶 我要走快一點 急步 最後一間依然都是用甜品作結 那這一間就是小滿定律 主打就是吃Frozen yogurt 那這次去到就是選了三款配料 分別選了 焦糖海鹽脆脆 Brownies 和咖啡舉藥 還配了這個美綠粉 因為剛才店舖太多人的關係 所以我就衝了過來碼頭這裡吃 那其實呢 它都頗耐放的 因為來到這裡你都看到它 都還未去到體無存呼 都還看得下 那單單就試了它這個Yogurt 這個Yogurt 就這樣吃是很夠味 不需要任何調味料 是酸酸甜不甜 如果再加一點味綠粉 就會再多一陣 好像朱古力味一樣 好吃的 之後就是它的第一配料 焦糖海鹽脆脆 每個都說大讚 嘩 咬開那一刻 第一口很濃烈的 是焦糖焦了的味道 好吃 但反而沒有什麼鹹味 但入口是甜甜的 然後這個是Brownies 只有一塊而已 Brownies就是正常很老淨 而且是比較結實派的 我現在就撩上它的 嘩 現場的東西很害怕 先撈好它 不要 對 這樣OK 現在就撩上它的咖啡丘藥 其實我是有丘藥在的 不過是被Yogurt遮住了 它的丘藥是很不丘藥的 吃的丘藥會很少有啫喱的感覺 但不是 對 我現在再試一次 真的不是丘藥的口感 它已經是冷到有點冰沙的感覺 所以吃起來是跟我想像中有些出入的 但如果你說配料 真的非常推薦海鹽焦糖脆脆 用其他就可以選擇其他 試試其他 不要只試我這兩款 難得山場水軟進來西貢 怎麼可以吃完就趴趴走 當然要買一些手信 因為我之前中學的陸運會 是會在西貢的舉行 所以由那時候開始已經養成了 每次只要一進來西貢 就一定會買這些魷魚絲酒 因為是中學時候的回憶 這些魷魚絲 所以小時候過購買很便宜 好像是10元三包 我想現在應該加了價 它是有份原味辣味 大家可以跟著我去尋一下補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但我每次進來西貢 就真的一定會買魷魚絲回家 其實我沒有特定一間 我看到有他們辣我過去 我就買了 因為我覺得真的間間都差不多 價錢不會差很遠 好貴呀 我們不要去這間買 好貴呀 明明之前進來都是20元三包 這個要40元三包 大家買之前好像我這樣 多走幾間 40元三包真的很貴 先看看 這個好像可以 OK OK 這裡 50元六包 姐姐 這個是什麼味道 這個最辣 這個最辣 好 剛剛已經成功買到我這個 心心念念的中學情懷魷魚絲 大家千萬不要聽我胡說 剛剛還說隨便入一間 誰知看的第一間是超貴 它40元只有三包 又走過第二檔 就是OK 50元有六包 但我想我小時候買 應該真的十元三包 現在的物價 完全是一聲 漲出來 不過我覺得這間挺好 因為它有三個味道 原味、辣味和超辣味 其實這些魷魚絲 你不開封的話 放一個多兩個月 都沒問題 先收拾 好了 今天就介紹完筆 科金完筆 除了魷魚絲 如果是跟長輩過來 都會有幾多不同的干貨 甚至乎有些人 會趴在這些冷干邊買海鮮 那就看看你們 要不要買海鮮回家 加料吧 好吃 這裡的魷魚絲 是偏甜口味一點 但它會吃到 還有一股海水的味道 不用多說 大家去買 有的有的 運動場就在後面 可以和大家分享多一個 比較有趣的資訊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西貢不是在西邊 但是為什麼它會叫做西貢 就好像說 之前鄭王下西洋 那時候有很多西方的貢品進貢 而剛好西貢就是作為其中一個港口 作為西方貢品進貢的地方 久而久之 這個地方就叫做西貢 那今天的西貢名物穩飾之旅 就去到這裡了 雖然只是在西貢市中心這邊活動 但其實也吃得非常開心 好像是去了那間金雞海南雞 真的不是我特別讚他們 而是他們的服務態度 除了好之餘 完全是拯救了我今早一大早的壞心情 因為進去已經是受到天堂般的對待 而且他們的食物質素都真的非常好 沒有賣廣告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鹹魚肉餅飯 沒想到可以把鹹魚和肉餅融入得這麼完美 你吃下去 你真的不會嫌鹹魚臭 而是想多吃幾塊 除了他們的肉餅 海南雞都非常不錯 雞皮是很爽淡 而且是很嫩滑 之後就去到這個小滿定律 我只覺得是香港近年來 好像越來越少這些優格 因為早期是有一輪超級多 讓你選擇很多配料 但現在就好像只剩下連鎖店 比較少的是這些小店的味道 如果你們特地過來西貢的話 其實小滿定律的肉餅 都非常推薦大家試試 還有那間菠蘿油 雖然每次來到都真的大排長龍 但我都真的覺得你們值得過來試一次 是就是18元 但我又覺得它是值這個質素的 至少我吃到入口 它那層菠蘿皮是超香脆的 而且裡面的牛油都真的融化得很香 很配合的菠蘿包 除了菠蘿包之外 其他都可以不用試了 我覺得菠蘿包是真的要試一試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Like、Follow、Subscribe 我們的Facebook、YouTube和IG 還有其他旅行想看我拍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